大家好 我是水亮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Fabaluba 御風錶 那全新的系列是Sea King 御風錶這個品牌呢 向來以專業性能錶而聞名 包含它之前有出過這個 登山的高度計的專用的萬錶 那以及今年呢 又推出深淺的這個 深海潛水 具有深度計的潛水錶 那它的潛水錶 尤其是它這個品牌的一大特徵 那不過今年呢 它推出這個Sea King呢 它其實有點反普歸真的味道 那在細節上呢 更加的簡約洗練 那在這個尺寸上面 也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們對照一下 右邊這個是Deep Sea這個系列 它是專業潛水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這個專業潛水的這個 單向全傳錶圈 那它的尺寸比較大 那譬如說它配的是膠帶等等 那不過今年呢 這個全新的這個Sea King這個系列呢 它的設計概念呢 就是比較簡約一點 比較符合日常佩戴 那在尺寸上呢 也從之前的可能44 這個縮小到41左右 那所以呢 不鏽鋼的錶殼 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每天佩戴的 那再加上這個比較風格化的皮錶帶 因此呢 就即使是稍微症狀的場合 也可以佩戴 但是它依然延續了所有 预風錶的設計的特徵 我們稍微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而且它面盤有很多不同顏色可以選擇 那首先呢 第一個特色呢 你就會覺得它錶殼的形狀非常特別對不對 這個整形的錶殼 而且如果你從側面 你會發現說它帶有一個很漂亮的拱形 那甚至這個錶橋的護肩 那另外一邊的拱形就更清楚了 而且它採用不同層次的打磨 像這邊是亮面打磨 錶殼上面的部分呢 則是髮絲紋的處理 那再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這個 十四邊形的多角這個表圈 那在數學的計算上呢 十四邊形是比較難計算 就一般的齒規做圖是做不出來 所以在幾何圖形上面 這也是一個特色 那另外呢 為了在深海之中很容易去判讀呢 所以它在每一個石標都做夜光 指針呢 包含這個四角四邊形的這個方形的針尾 方塊針尾 這也是它品牌一大特色 那在水中呢 是比較容易判讀 我們看一下它夜光的表現 你可以看到在深海的時候呢 它就很鮮明齁 就只有這個基本的這幾個重要的元素 在海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那另外它底蓋的部分呢 它的錶呢 每一款它都是做正向懸入的齁 因為有的錶友 它非常在乎這種底蓋的正 這個方向正不正確齁 那如果你選擇法巴魯巴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每一款都是這種正向齁 這是它的一個專利的一個機制 正向的鎖入機制 那它的表殼 它的面盤呢 搭配不同的錶帶 那有很多三種不同的顏色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個是 就是髮絲紋處理的藍色面盤 帶有金屬的光澤 那它搭配的是小牛皮的錶帶 那至於說這個灰色的部分呢 它的錶帶也很特別 它搭配的是這個羚羊皮 而且都做了這個防水的處理 深減可以達到300米 但是它的面盤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個非常簡約的處理 那最後一個是黑色的面盤 那一樣搭配的是黑色的小牛皮的錶帶 那不同的這個顏色呢 它就有屬於每一個配 每一個配戴者不同的風格 那定價也算是相當親民 就是大概台幣是48,000 那所以呢 總的來說呢 這是一個非常簡約喜鍊 那甚至帶有一點點絲紋正裝風 那價格呢 也相當容易入手的一個 符合日常配戴需求的一個 非常風格化的一個腕錶 這是今年巴巴魯巴所推出的 Sea King 這個全新的腕錶系列 推薦給大家